根據記載 在《摩爾文經》 《耶穌基督》的 另一部約束裡的 真實事件而製作 我滿懷希望來這裡 一心想看到你們在神前 牽引自己 不斷祈求祂的恩典 想看到你們在祂面前 無可指摘 沒有處在 我們在柴蕾喊拉蒂的弟兄 原先所處的可怕困境中 因為看啊 我告訴你們 很多事會發生 有一件事 比其他所有的都重要 因為看啊 時候不遠了 救贖主就要降世 來到祂人民之中 祂要由瑪利亞所生 祂是個童真女 是寶貴而精選的器皿 江蒙印壁 並因聖靈的力量而懷孕 祂生下一個兒子 是的 就是神的兒子 祂必到各處去 受盡各種痛苦折磨試探 以應驗 祂要承擔人民痛苦疾病的預言 祂要承受死亡 祂要承受死亡 祂能打開束縛 祂人民的死亡枷鎖 祂也要承擔他們的軟弱 祂要承擔他們的軟弱 祂的心腸能因肉身而滿懷慈悲 這樣祂才能因肉身 了解如何依照祂人民的軟弱 來救助他們 祂要承擔人民的罪 使祂能依照祂的拯救大能 除去他們的罪惡 你們必須悔改和重生 因為靈說 如果你們不重生 就不能承受天國 所以來 接受悔改的洗禮 使你們的罪得以洗淨 使你們對神的羔羊有信心 祂除去世人的罪 祂大有能力 能拯救並敵盡一切不易 來吧 不要害怕 拋棄每一種罪 罪很容易糾纏你們 向神表明 你們願意悔改你們的罪 與祂立約遵守祂的誡命 並在今天就走入洗禮的水中 來向祂證明 凡這麼做的人 必獲得永生 你們相信這些事嗎 相信 是的 那在我心中的靈向我顯明 因此我知道你們相信這些事 現在 由於你們對我跟你們講的事 有堅強的信心 我感到非常快樂 要謙卑 要順從和溫和 無論何時 都努力遵守神的誡秘 你們一定要有信心 希望 仁愛 這樣你們必能多行善事 願神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按照你們的信心與善行 從現在起直到永遠 阿們